侃爷请帮忙扩散 侃爷这个是我女儿生前用的电脑 也是他用的邮箱账号 虽然现在打字让我心如刀割 但这是我心中对他的独特纪念 事情是这样的 4月5日啊就今年啊就是现在啊 4月5日下午的十八时许 有三个小女孩在景观湖的南侧东段 战道外紧靠战道的一块大石头上玩耍 后来我家女儿当时离八周岁差一个月零一天 也加入了玩耍 期间五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劝离制止 也无其他小孩啊在场啊 也无成年人在场成年的监护人在场 就那三个家庭也没有大人在啊 可能是因为他最后加入的 所以他站在了石头的边缘 在18点21分06秒的时候 不幸落入水中 其他小孩可能惊慌或其他原因 没有第一时间叫人或呼救 哎呦其他孩子就跑了 这就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的小孩也可恶 可恨 真的你千万别相信任何同龄人 我记得在重庆吧 前几年一个小孩 一个五六岁还是七八岁的小女孩 把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殴打致死 好像打完之后从楼上给扔下去了 不认识 不认识 是吧 他是天生的魔鬼 是吧 还有东北吧 有一个小男孩吧 大概十二三岁 十三四岁 啊 还还曾经要强奸一个成年女性呢 这有的人坏是天生的 而且中国的小孩这这这种教育也是缺失 中国该教的不教 新闻联播天天让你忠于领袖 但是比如说生活中的细节 让你注意啊 比如说彼此之间怎么互助 啊 这个谁要出了什么事怎么互相救 可没有 是吧 还有前些年 前些年那个黑龙江省 有一个孕妇 他让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的女护士 说我是孕妇 你到我们家帮我那个什么吧 你到我们家帮我拿个东西吧 那个那个小女孩小护士 没什么社会经验吧 也是好心眼 一看他是个孕妇 大的肚子就跟他去了 去了之后就让这个孕妇的老公 给这女孩强奸了 强奸之后给杀害了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事 黑龙江的那河 是吧 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不想活 上那河 属于齐齐哈尔 很多外地来那河的人 在火车站就被有一哥们给拐卖了 不叫拐卖 就拐骗到他们家 然后就把那些人全给打死了 啊 有些人是来找活的 来来打工啊 想找个工作 就是给人杀了 然后河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啊 还有陕西 一杀就杀好几十个人 对吧 就中国没有这种教育 天天新闻联播让你感觉那是一个童话世界 那是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那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世界 实际上那个世界真实的世界 远比新闻联播要可怕的多 复杂的多 没人告诉你 该教的不教 新闻联播最起码你不教这个 你教教比如说一些慢性病 常见病的防治 啊 怎么健康的活着 连这也不教 什么都不教 就是天天愚弄你给你洗脑 对不对 啊 是吧 因为你在中国 你不像我们在境外 我们在境外 我们能看到各种媒体 在中国你只能看到CCTV 你不负这责任 谁负这责任 你该教的你不教 对吧 你该让人学好的你不学 你学全是假大空 对吧 那么那几个小孩不管了 跑了应该是 然后过了两分零四十秒后 过了两分零四十秒了 哎呦 有小孩跑去通知门口的保安 三分钟后保安跑来救助 但已为时过晚 那大概五分多钟 将近六分钟啊 您的女儿就淹死了 事后家长处在极大的悲痛中 一直无法冷静思考 然后由孩子母亲的妹妹 就是孩子的小姨 和物业接洽 但跟他们谈啊 但一直没有太大的成效 物业坚持自己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 但表示出于人道主义 愿意承担丧葬费 及补偿 那么在四月十一号的上午 十点半 这个过了几天了 过了 过了六天了 父母加入商谈 并提出相关诉求 针对物业一直以来的推诿态度 首次诉求 要求物业承担80%责任 就是我们家长也有责任 你物业80% 当然也知道这个方案 不可能被物业认可 交由物业公司回去商讨 并在4月12号上午同一时间 就隔天的上午十点半 进一步商讨 在第二天呢 物业提出他们的两套方案 一是支付20万安葬孩子 然后走法律程序 二是承担20%的责任 依据为他们的法务人员的说法 他们可能有法律顾问 物业公司都聘一个律师 像我们原来搞业主维权 08年09年 我们因为我倒不存在 我一直交物业费 但是有的业主不交 不交之后 他就给你发来的一个律师函 就吓唬你 实际上那些律师也是挺缺德的 物业公司都养一个律师 至少养一个律师 那么而我方 就是家长这边 按照物业一直说的有理有据 合理合法的原则 告知提出首次方案 要求物业承担80%的依据为 那么 造成事故有五个主要因素 一家长未陪在身边 第二 三个其他孩子 长时间在危险的位置玩耍 未有物业人员阻止 当然其他三个小孩也没有监护人 陪同 可视为 普遍认为在小区内这么大的孩子 独自自己玩是安全的 第三 无护栏 没有护栏 没有护栏 或护栏不符合规定 凌空高度在 在多少 在2米4以下时 护栏高度 不应低于1.05米 凌空高度在 2米4 至2米4以上时 护栏的高度 不应低于1.1米 来自国标GB50352-2019 民用建筑统一标准 四 水深不符合规定 无护栏的水体 在近岸2米范围内 水深不应大于0.5米 不应该超过半米 他这有一米二 一米三了 那他物业当然有责任 有责任 他们自己也清楚 在中国很多法律是互相打架的 看你 你找一好律师吧 是吧 找个好律师吧 当然你找好律师 律师不能白给你干 他会中间挣钱的 这就没办法了 是吧 因为人家有专业知识 对吧 而您们肯定不具备这个专业能力 怎么了 孩子 好 好 适 Carr 那 对 宽